下面这条消息同样也是来自于一位和冯小刚导演有过合作的演员陈道明 陈道明和冯小刚一样在演艺圈是以说话职而闻名 前段时间他就毫不留情面的批评了时下抗日题材影视作品太过娱乐化 日前在上海出席活动时他又再度重申这个话题 近日有报道称张艺谋今年要把颜歌林的小说陆范烟时搬上一幕 并且邀请了陈道明出演男主角 日前陈道明到上海出席代言活动 媒体就向他求证其此事 从陈道明的表情来看 这次他和老毛子的合作已经谈得八九不离十了 而陈道明接戏是出了名的严格 当天活动上他就表示有一类题材的影视剧他今后都不会再接 那就是近来一些主流媒体和观众都在议论的抗日题材影视剧 据媒体报道2013年抗日剧依然是最热门的电视剧 截止到今年三月份正在拍摄或计划拍摄的抗日剧就有三十多部 陈道明表示抗日题材电视剧投拍风险低是造成他泛滥的主要原因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题材的限制造成了这种题材呢 变成了一个百搭了 就是他可以很顺利的通过呀 不出啊不会出现大的问题